大家好,我是肖战 在《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中 我扮演的是一名叫顾卫的外科医生 顾卫,就像我想象中的医生一样 对待本职工作,永远认真负责,追求完美 对待患者和家属,永远保持着关怀 他身上有许多职业的人格的闪光点 都是我十分欣赏,敬佩的品质 我还记得,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 一口气读完,再了解到顾卫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一番兴奋 我更记得,最终促使我去挑战这个角色的动因 要是我说不紧张,是假的 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敬畏 对自己当时专业能力的不自信 都让我无数次地问自己 小斩,你能行吗? 你真的能够走进顾卫的内心世界吗? 诚然,顾卫是真实的 他有着自己划不开的执念和苦恼 像很多人一样 他在意可能的失败 畏惧尝试 他又过度地包裹住了自己 就像一个壳 会伤害自己 也可能会伤到他人 这个角色的复杂和其中的破绽 深深地吸引着我 也打动了我 让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 也让我情不自禁地 想和他对话和交流 2015年 我跨行进入了演艺圈 后来 很幸运 成为了一名演员 每当我进入一个角色 我都能体会到一种 我所不曾经历的人生 沉浸在他们的喜 怒 哀乐里 同所有创作人员一起 为每一个角色 注入生命力 到现在 我都觉得 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当然 我也曾经有过 极度不自信的状态 我不知道 怎么在镜头面前 很自如地表达 我拿不准 怎么更好地去塑造一个角色 很挫败 下了戏之后 我会躺在床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这也让我对顾慰 有了更近一层的亲切感 我还记得 余生里面有一场戏是这样的 下了手术台的顾慰 没有办法很坦然地 接受别人的赞美 她一个人跑到卫生间 情绪失控地 看自己惊恐的脸 那一刻我觉得 我和顾慰的情感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交集 和共振 每一个我饰演的角色 都有一部分 留在了我的身体里 他们的性格 价值观 都在不同层面地影响着我 从盛夏 到深秋 我真的觉得 这是我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 余生打动我的 除了顾慰的敬艳 还有顾慰和林志孝之间的情感 更是顾慰的人物湖光 以及她面对人生态度的转变 和成长 前方过境 故为人保有自己 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时的初心 她仍然善良 天真 纯粹 当她走出自己的小世界 坦然地接受不同的声音 也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她把自己用来抵御世界的盾牌 变成了一把温柔的保护伞 与自我和解 过好了她的生活 我一直在想 柔软 或许真的比锋芒更有力量 我希望 我也能保持最初的那个我 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也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我 一个更坚强的肖战 在以后的路上 可以更多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和善意 无论是演戏 还是做人 我都能全身心地 身体力行地 正向地去引导关注我 喜爱我的人 承担英镜的社会责任 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喜欢 我一直在说 成长在路上 我也知道 自己在表演的道路上 还是一个初学者 表演和台词方面的不足 也请大家在看剧后 多多地批评指教 同时 我也希望 所有观看余生的你们 可以像顾位一样 保持最初的善良 纯粹 化干戈为柔软 用柔软 化解困境 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地生活 认真工作 学习 实现属于自己的精彩 谢谢你们每一个人 谢谢